记者图居民、张轩哲综合报道,陆军航特部官兵昨上午在台中清泉港基地进行反空即将跳伞操演,但特三营上兵秦南风进行1300英尺,约396公尺,跳伞时却坠得重伤,送一后昏迷指数从三分上升至七,八分,仍未脱险。 昨日上午六时,陆军航特部特三名官兵搭乘C-130运输机,在台中清泉港基地1300英尺高空实施反空即将跳伞操演,也为今年六月初登场的汉光演习士兵演练暖身。 据了解,甘六岁的秦源在215年10月入伍,原为义务已士兵,后转至愿役,至今已服役将近三年。 儒家上昨日演训,已完成11次跳伞,也有基本伞训的合格签证。 昨日上午六时17分,秦源与其他伞兵共76人于清泉港基地上空先后跳出机舱,但秦源并未缓缓空飘,反而是朝地面快速向下坠。 航空特战部政战主任武力文表示,自己从地面仰望,惊觉秦源主,富散虽有拉出,但都未完全张开,富散也没吃到疯,当他坠落草地上,在现场待命的医护人员赶紧上前抢救。 同综合医院执行场卢力华表示,秦源到院两分钟就恢复呼吸心跳,主要伤势集中在头颈部,胸部跟大腿,脑部骨折,蜘蛛网膜下腔出血,气胸等。 急诊室主任吴赵金指出,最主要伤势是左大腿,伤势预测是往好的方向复原。 秦源外形帅气阳光,拥有九声援执照。 国防部长颜德发文却后表达关切与不舍,指示参谋总长李喜明税专案小组前往调查,前远父母及女友也赶往探视。 李喜明说,军方会尽一切力量医治,总统蔡英文亦要求国军全力协助。 李喜明表示,初不了解,自此事件为主伞位完全张开,副伞受风不足,导致伞剧棒张开的状态。 此次属单一事件,汉光演习的七成与进度不受影响,后续会针对所有细节做总检讨。 航特部官员说,本案仍在调查,包括装备、散具、天后因素都不排除,也可能是复合式以外。 据了解,散训中心用散位T10散具,而航特部特三名官兵左则使用操纵性更灵活的MCE散具。